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童子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金融市政千头万绪 最近的议题让民众讨论得沸沸扬扬 在今天的节目中 为您邀请到三位异作 要带大家来监督市政 关注我们的地方生活 营造更好的民生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仁爱区市议员郑文婷 大家好小军好 文婷一作好 第二位是我们中正区市议员许瑞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瑞慈一作好 第三位是我们信义区市议员陈君佐 大家好主持人好 君佐一作好 要先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的电动机车 这一个议题 我们先请文婷一作 因为很多民众都在讨论 这样一个翻案不断的在变换 是不是都是议会在决定呢 如果说谢国良市长 他真的施政都是照着议会的建议 去执行的话 他今天市政不会这样乱糟糟 首先我们要特别强调 去年电动机车 推出所谓的1.0的一个方案 当时的追加减预算是3.84亿 其中3.6亿是要让民众可以来登记申请 这个1万2千台的电动机车 2,400万是所谓的广宣费用 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市政府 从谢国良当市长之后 他所有的政策一定要有一笔费用 叫做广宣费用 好 那这1万2千台的预算也全数通通都通过 我们一毛钱都没有删 但我们当初特别要求市政府 你必须要用这一个 你的方案 因为那时候方案还没出来 我们希望他的方案必须要 所有有电动机车的这个厂牌 都可以有机会来参与这一个方案 可是事实上最后推出来 只有两个品牌三种款式 那现在谢国良市长他就说 我们也是照你的议会的一个建议 所以我们现在补助到6万块 而且可以去申请GoGoro 很抱歉这已经是4.0的方案了 这不是现在我们在讨论的这一件事情 当初通过预算的时候 就已经希望你能够去让所有的品牌的 电动机车都有机会来加入 金融市的这个电动机车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再来我们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 去年推出经过了半年 从去年9月到今年3月 总共只有100台电动机车 就民众来申请的 而且当时的标案 谢国良是用所谓的劳务采购 他并不是用一个补助案 因为如果你补助案的话 民众他选中哪一个品牌的电动机车 你只要补助一定的金额 譬如说假设3万块给民众 那他自己去采购这样就好 他是用劳务采购 那我请教 哥哥喽他一台电动机车 在外面的售价是多少 你要他去造一个只有三四万块的电动机车 他怎么可能造得出来 所以谢国良市长他只是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可是却把责任都往别人身上去推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恰当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当初是照着议会建议的方式 让哥哥喽 让所有品牌通通都可以来加入这个方案的话 你今天不会面临到这样的一个窘境 甚至他在2.0推出的时候 都还补助民众电池支费 而且把公益拿掉 把太旧换新拿掉 把青年的范围扩大 这样的一个做法 让我们觉得很无法接受 为什么 当初谢国良在选市长的时候 他所主张的 他所提出的证件是要送青年朋友电动机车 选举的时候 我们说你这根本就是政策买票 他才说没有 我没有要送 我是要求要做公益 我才送 所以第一个版本的时候 一定要做公益 浮满公益四个小时 你要太旧换新 要有环保的这样的一个体材在里面 然后青年的定义也限缩 可是3月份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已经开始霸凉行动 所以他就开始大放送 把所有的限制条件通通都拿掉 而且还补助所有申请人电池的支费 那这个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财政的失衡 所以后来我们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我们也有看到很多社区用植母车在装这个垃圾 可是我们环保局有副挂吊钩的这种垃圾车 却数量不够 而且也很多社区都没有办法去等到这样的一个垃圾车 来帮他们清运垃圾 甚至有社区是民众住户把垃圾放到植母车之后 等到垃圾车来 再由清洁人员把垃圾从植母车上倒到地上 然后从地上一包一包捡起来丢到环保局的垃圾车里 这非常非常不合理 那所以我们在质询这个谢国良的时候 他才紧急的说 那我们赶快来采购这个垃圾车 这很明显就是经费的一个排挤 是 就是因为经费的部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一段在市议会上的质询状况 机动市政府推动的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政策 引发市议员们的关心 而市议员郑文婷在执询这项政策时表示 他认为市政府编列40亿元购买电动机车的预算 不如更换新式垃圾车 可以协助集合式住宅 把社区里面子母车功能垃圾桶 直接倒入垃圾车里面 也可以减少社区必须额外支付清运垃圾的费用 子母车必须要搭配有挂钩的垃圾车 好 那我们基隆有多少的集合式住宅 有这样的子母车却没有这样的垃圾车 来帮他们清运垃圾 局长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这种形式的垃圾车 全市有几台吗 三台 所以有许多集合式住宅 他们没有办法透过环保局的垃圾车 来清运他们的垃圾 甚至在中山区的美之国社区 曾经一度必须要把垃圾从植母车倒出来 再找人从地上捡起垃圾丢到垃圾车里面 强请教一下 局长你知道再运一吨垃圾要多少钱吗 如果按照天外天的计价方式一吨4300到7500 如果我们用一吨1万块来计算 40亿可以再运273年还有剩 我想请教一下局长 昨天你提到了电动机车方案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 所以这个一定要推动 那么住在这些集合住宅的民众天天要倒垃圾 这个不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吗 这个不是他们天天要去面对的吗 对于郑文庭的咨询市长谢国良大勋使没有回应电动机车的问题 却宣布将太旧换新具有子母车功能的垃圾车 原本市议员郑文庭的用意是要提醒市政府不应该花这么多的钱购买电动机车 没想到却意外促成市长宣布要太旧换新垃圾车 对于居住在大型社区的市民朋友来说也是功德一见 所以真的是不太一样的结果 不过最终还是就是因为经费的问题让大家非常的质疑 是 我想如果能够把市政的预算做一个合理的分配 而不要偏费在某一个部分 我觉得这样子才是一个很妥善的一个处理方式 是 就是预算的部分一定要好好地掌握住 那当然很多民众也都在讨论 其实电动机车来很多的周边配套措施其实不足 所以他们很担心他们以后的电池会不会没有地方来充电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瑞茨一座是不是受到很多民众的反应 像这次青年环保电动机车的这个案子 我想我们还是要重新再讨论一次 因为他现在 他前阵子推出的方案其实是不用太久换新的 那这一波也申请了不少民众 那也就是一个民众他有可能一人手上会有两台机车 但金融市兰庸机车加电动机车大概有20万台 可是合法的机车停车格大概就是一万两千个位置左右 那这样的那么大的一个落差也导致了谢市府 他把人行道直接合法的可供机车停放 那也就是会有人车争到的问题 现在已经不是在马路上发生 甚至是在骑楼你都可以看到这个很严重的状态 就是如果说妈妈牵着小朋友走在骑楼 但是他却还要让机车过 因为机车他现在可以合法的停在骑楼这边 这就是电动机车他没有详尽的规划相关的配套措施 例如他的换电站的问题 甚至是他的停车位的问题 或者是大量的迅速的换成电动机车时 蓝油机车业者这些生计的问题 我想不能美其名的说就是净铃排碳 这是配合中央的一个政策 我想配合中央的净铃政策的一个排碳 环保的一个真谛应该是鼓励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如果每个人一周可以有一次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一年可以减少每年大概1万520万吨的一个碳排 这才是真正的符合环保的一个真谛 而大众交通工具 现在电动机车的预算目前已经来到了10.8亿 未来可能会花掉27.5亿 甚至是如果再加入电池资费可能会再更高超过30亿都有可能 那这样的一个高预算的一个编列 它排挤到的是非常多的一个市政建设 所以举例刚刚的大众交通运输好了 我们基隆市总共有161台的公车 但是平均的车龄都高达了9年 其实该态换公车的年限大概就是8年左右 但是我们市府在去年却编列购置了50台的中古 中古的一个汽 公车 对那这个50台的一个中古公车 其实车龄就已经8年了 所以我们买了一台准备要太旧换新的公车 这样子有符合环保的真谛嘛 再来老旧的公车它的妥善率 还有它的维修 甚至是它有可能沿路的漏油 漏油都有可能会导致后面的机车歧视造成摔伤 像前阵子我们中正区才有民众因为老旧公车的漏油 那后面摔了10台 3.5个小时都没有任何市府相关人员在现场指挥处置 甚至有一名机车歧视它是摔断了七根肋骨 导致送进家户病房 为什么这样的状况会发生 是因为所有的市政聚焦的都是在态换我们的电动机车 而不是其他我们该注意到的市政议题 再来是因为基隆是一个多雨的环境 有时候老旧的公车它漏油的时候不会这么注意到它是油 可能会以为它是水或是水 所以民众就会很自然的骑过去 这么危险的一个公车状态 我前几天就是走在路上都有遇过两次公车直接抛锚在路边 在市区非常的严重 所以这问题是不是该重视 那再来就是这个方案它都没有做好详细的拟定 方案一变再变 从1.0是透过我们议会搭共同审议通过的 那预算也通过了3.86亿 其实也申请不到100台 这个预算已经做了保留 非常荒谬的就是在这一次的追加减竟然又追加了2亿 要再购置新的电动机车 后面又要再加5亿 它又不同的明目去包装 要追加更多的预算 就是因为各种申请的方案 它并没有想清楚 它2亿的部分是锁定 那我们就是要太久换新 但是我们是鼓励做公益 已经没有强制做公益了 但是这计划名称是 鼓励青年公益环保电动机车 已经与计划的明目不符 那后来又编列了5亿 那5亿又包装了高额的车体补助 从3万提升到6万 那后来又把月资费都全部包进去 它这样子不断的做包装 其实就是因为相关的政策都没有考虑清楚 一变再变 推出1.0 2.0 3.0 现在到底通过哪一个版本 它自己都讲不出来 导致民众最近大量的在我们的区公所排队 因为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个月方案又改变了 只好趁这个时候我们赶紧做申请 结果导致民众在半夜的时候冒着大热天 晚上这么闷了 从凌晨排到甚至隔天早上 就为了申请电动机车 但是有可能下个月又方案变了怎么办 我想这个是谢市府应该要详细规划后再推出的 然后再来去申请我们的追加预算 而不是先射箭再化把先掌后奏 然后再来说我们再一切配合议会办理 是真的 真的很多民众都提出不同的质疑跟质询 相信君佐义座那边也受到很多 是不是最近其实领长也有电动机车这件事情 也受到很多民众在反映 不是只有领长而已 包括里长也有 那其实我也当过里长嘛 那其实我当时的机车是警用泰换下来 那再由区公所整理给我们里长来使用 但是那年线都是非常的老旧 那其实机车的年线有点老旧 且里长也是地方的父母官 使用率很高 使用率很高 那业务量也不会比我们议员少啦 那为了提高里长工作效率跟用车的安全 那我其实很赞成配给里长 那至于里长的部分 那部分其实我们给他宣传单 他都是服务左邻右舍 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去投信箱 根本用不到电动机车 那如果住在公寓的 就投信箱更简单 不用走 集合就是直接在那个 那那 那我也当过里长啊 基于体恤林长的服务嘛 对不对 那其实市民如果有需要的话 里长都会亲自到服务啦 那因为林长会跟我们说 那我们就会去到区公所帮他 处理他的案件 那我知道这个其实市长的好意思要给林长 但是问题是司法性的问题 那其实内政部也有给我们回函啊 根本就不行了 不行吗 其实他也不能直接购买电动机车给里长 他是要预算要编载区公所 才可以买给里长 对 对啊 所以我觉得 他花这么多钱 在买这些电动机车 其实我是觉得对基隆的预算 会损伤很多啦 因为钱要花在岛口上 那以后未来少子化 老人 老人年长化 还有瑞士议员说的公车漏油的事 昨天我才又接到一个陈寗案件 公车丢楼啊 对啊 所以大家都看到 昨天而已啊 几乎每个礼拜几乎都有 一到两件以上的公车 调车 对啊 这个办法 这个要想办法去解决啦 不是一直说乱花钱 你看二十几亿呢 这可以铺多少马路 小朋友营养午餐 多少年可以吃免费的 对啊 的确真的是经费的问题 的确是要让大家解释 不过刚才也回到了民众 其实很在意的地方 除了这个电动机车的一些补助案之外 另外还有就是 马路这件事到底平不平 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新丰街250一项 这一块部分 公权力跟私权力如何达成平衡 让民众新的安全 对非常的斗非常的齐驱 那我想就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 也是非常的费力的 坐着轮椅体验轮椅足的不便 尤其走在这条坑坑洞洞的马路上 特别的颠簸 加上年久失修 地面上破损严重 我常常看到很多老人家跌倒啊 有时候来这边领东西走出来都跌倒了 那问题是说你要铺 可是有时候地主 他说他这个是他的 他不愿意啊 很常看这样坑坑洞洞 脚不平啊 坑坑洞洞的 汽车危险啊 之前有请公务处来帮我们铺 但是铺的期间 就是铺的时候被一个李民说 这是私人土地叫他不能铺 有的他是觉得这是他的地啊 他就不想要铺啊 有的是因为怕安全啊 因为你没有铺 骑摩托车或走路会跌倒 里长说地面上好多的坑洞 过去有住户自行拿了材料铺路 但技术不好 反而成为了危险障碍物 人是自己用的 他用完了我才看到 我说这样子不好 为了改善道路品质 议长通知委 市议员许岳池前往现场会刊 与市政府相关单位讨论 找出解决的方法 新丰街这边呢 它是一个非常生活机能 非常健全的一个社区 所以大家也知道 我们这边住的非常多的民众跟居民 你可以看到有药局 有诊所 有理法厅 包括我们里长的活动中心 还有社会处理辅助资源中心 都在这里 就知道这边有多少人在进出使用 那因为过去二三十年前的都市计划 没有这么完善 所以政府的开发 我们有盖房子 却没有规划好道路 所以我想这还是属于政府的责任 如果现在家住在我们的市民朋友身上 我想对住在这边的民众不公平 那这里的市民跟长者的出路 非常的频繁 但我们刚刚可以看到 这道路非常的崎岖不平 不要说一般的民众行走了 甚至是辅聚的使用者 无障碍者 在使用上都非常的困难 这是应该是一个很基础的一个建设 来打造一个人形友善 无障碍的一个空间才是 像这样的一个新丰街251巷呢 它的违规停车是非常的严重的 因为它没有规划就是交通标线 那红线的绘制 以至于这样随便乱停车 其实警察也无法取缔 那这样子车辆的一个乱停呢 其实也严重影响民众的出入 跟车辆的通行 那其实这边的居民应该要取得共识 因为这边是一个人流跟车流 都非常频繁的一个地方 的确那里的住户真的很多 我们要请教瑞茨 后来这样的情况有解决吗 好的 像我们新丰街上 它的左右两侧新丰里 新腹里 跟就是往深西路右转新丰街 往下的沙子里 这三大里的一个住户高达两万多人 但是这个整个新丰街的一个乱项 不单单只是新丰街的问题而已 甚至是251项跟162项刚刚影片看到的 这问题都很大 像刚251项的一个项道 它非常的崎岖不平 就是在于它旁边之前在建设 它的相关的设施时 道路并没有完整的去做规划 把这个同意书去做好 确认签署 以至于其实公共通行 已经长达20年以上 符合公用地义关系 却没有办法让市政府纳管 整修 但其实市政府只要依照规定 让都发出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个道路 就已经有止进我们的建筑线内 依照都市计划管理 依照道路的交通条例 还有依照我们相关的公共地义关系 市政府已经可以直接进行道路的铺设 但是在这一块市府却没有 这样的一个力道 去做公权力的一个执行 就只因他们觉得 好像这一块的缺乏了一个私人地主的同意书签署 那他就做责任的一个规避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做法 这长达20多年来 这条道路他刚影片看到的 他不但是市场 甚至是辅聚资源中心 那还有我们的诊所要局 甚至是里民活动中心 这么一个频繁进出的地方 他不只是路不平 他连旁边的交通标线都没有办法划设 只因为道路的全属不明 其实没有全属不明 他就是符合金融市政府 应该纳为管理的继承向道 那结果市政府他们现在聚焦的市政到底在哪里 新丰街的162项更是如此 新丰街左转162项上去整个 包含了早安国阳社区 我全社区还有普罗社区 这边也是多了非常非常多的住户 但这一条162项沿线也是没有划设红线 红线是属于私设无法合法取缔 但它是一个10米的都市计划道路 依照规定都市计划道路 就已经可以合法的划设交通标显 但是市府却没有进行交通标显划设 然后导致我们的整条道路都是乱停车 甚至有停大货车 导致后面的机车因为道路昏暗而撞上 这个部分才在上个月 也是机车骑士撞上后 也是断了好几根肋骨 送到家户病房 情况也是非常严重 对那因为这个项道无法可管 甚至是有无牌的车子的停放在这里 其实它就是一个治安的死角 那这样的一个新丰街162项也好 251项也好 其实所有往心腹里这一侧的项道 它都是属于继承项道 但却没有纳维金融市政府所管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做法 我想应该要透过这一次 正式的呼吁我们金融市政府把这个符合公共地义关系的道路 正式纳维金融市政府所维护管理 进行道路的铺面铺设交通标线的一个划设 来维护我们居民的安全 是最主要就是要让民众行的安全才能达到友善行人这一件很重要的政策推广的目的 那一样我们要提升道路的品质 我们来看看君佐议作其实在市议会上咨询的时候就提出要设陆评2.0的专案平台 市议员陈君佐关心前市府执行颇受好评的示范道路计划是否仍会继续 而针对道路品质提升 陈君佐也建议金融市政府成立陆评2.0专案平台 陆了跑步的费用就包含我们道路跑步还有桥梁养护 我们增加了一亿多元的经费 那观光道路跑步的经费我们就多了增加了大概一倍左右 增加了六千多 我是要报告说我们很重视陆评就如同一元您一样 所以我们会把资料提供给您 好 那个另外谢市长我希望你明年能成立一个陆评2.0专案平台 好好规划本市的道路针对人孔盖降买 道路整平 标示耗置无障碍通道或行人 行人安全一并检讨 陈君佐同时关心田径厂编更设计的问题 金融市长谢国良回应正在积极处理中 向这座基隆人引颈期盼的重要体育运动设施 能在安全的前提下紧速完工启用 主要就是关注民生的议题 像是提升道路品质这件事情民众就非常的有感 所以我们要请教君佐一座陆评2.0专案 在目前的执行状况 所以你看这个是市长施政总报告的报告书 这一个印之是113年5月14 那它的道路总共有15条 到目前为止只完成了 能够录一条而已 其他14条 不是在发包 中就是在修正 那其实我觉得 动作凶板啦 有有必要那么久吗 对不对 我觉得关于道路优化及冷孔盖 是我从 第一个会期就已经在提出来的问题 也是市民非常关心的问题 但是从现在有的情况来看 我们发现公务处的在这方面 进度极为缓慢 可以看得出明显 这部分工作并没有如期的进行了 那每次市长在施政报告说 你看15条 那我看 他只有完成一条 那其他14条也没有完成 那我还问他说 啊怎么都没有新一区 新一区的路是基隆最好的吗 如果新一区是基隆最好的路 应该有示范道路才对 也没有半条 那你从我从第一个看到第15个 没有半个没有半个是新一区的啦 对啊 那这个情况其实我有反应给公务处啦 幼大路上是不是有可以纳入新一区啦 因为毕竟我是新一区的议员嘛 但我是出发点是以新一区慢慢拓出去啦 对啊 其实我但是起民也会蒙啦 对 那他问我们 我们就需要去逼市政府嘛 不然我们要逼谁 总不能逼市民吧 对啊 那其实这也会影响到我们日常出行的便利 还有安全啊 那道路安全作为新一区为本市的核心区域之一 这个计划完全都轻忽了新一区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还看到市民在社群媒体上的反应啊 还有一些冷孔盖没有妥善的降买 导致凹凸不平 影响了行车安全啊 这些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并迅速解决 那我们都知道市政府在大陆维护方面有许多的挑战 但我们也相信他们很想去做 但是有可能没有太多的经费 因为经费可能都在电动机车上 对 所以我不知道呢 我其实说真的七个区啦 现在去看没有一条路是平的 那现在冷俄路右边挖完左边挖 那海统有多少 你去看一下 然后东补一块西补一块 对啊 这的确就是要让民众觉得要安全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所以要带大家再来看看其实仁爱区也有 而且它的路如果没有设计好的话 其实还会有沿水的问题 一块来看看 山坑车站旁的这一处无障碍坡道 从过年前就积水不退 德厚里里长尝试的改善 却发现水根本排不出去 一些鱼竹啊 或是说妈妈推的娃娃车要过的时候 他觉得说这样子都过不了 而且他不能成 那边其实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上去 那所以说他就利用这种无障碍坡道上去 那我们看到这样子其实对他是很危险的 万一滑倒的时候其实是蛮危险 那我们尝试着要把它打通 但是打通之后发现里面都已经是阻塞了 所以才曾经给易做 找来市政府公务处聚工所等单位会刊 却发现靠近台铁围墙这一侧路面都有积水问题 市议员邓文廷要求市政府重新检视下方排水功能 解决积水问题 这个地方又比较低洼 那只要下雨呢就会大量的积水 那等到天晴的时候呢 因为他没有排水口 所以这些水只能靠太阳照射来蒸发 对于民众出入山坑车站的这个安全来说 也是很大的一个疑虑 车子在经过的同时 他会有一些起口起口这样子造成路面的损坏 那长久以来 因为一直以来他都没有作为说长大的维护 那现在这边居住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之下 那我们会担心说他的安全在山坡地的情况 是不是复合使用的 所以我们才澄清给易做说 希望公务处或其他单位能够帮忙协调一下 在这个路面的养护上面能够有一个改善 原则的划分是很早以前就这样子划分 但是这样子划分下来 会变成隆安街那一段是由公务处在主管 那如果以这个德厚礼来说的话 就只有外面那一条路是由公务处围管 由于巷弄地面的围管单位 分属于市任府公务处和区公所 道路要全面刨铺有其困难 市议员郑文婷将请管线单位 在施作人孔盖时 协助将道路重铺 不知道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们要赶紧请教文婷姐 我想那个山坑车站周边的这个道路 已经有大概二三十年没有去做一个跑铺 为什么 因为那边的道路围管是属于驱公所 那么驱公所并没有那么多的经费 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道路围管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路面 有时候是柏油路面 那有时候是这个水泥路面 那又产生坑坑洞洞的 因为每天其实从山坑那边出来 要上班下班要回家的这个车辆也车流也都不少 那因此里长跟我们这边澄清 那我们去现场看了以后 公务处就说这不是我们围管 我们没有办法进来做一个路面的跑铺 那我们跟驱公所这边来做讨论之后 驱公所又说他们经费不够 那所以我们就用一元的这个建议款 让这个地方的这一个道路 能够改善他们的道路品质 否则二三十年下来 那个地方一直没有做一个路面的重新整理跑铺 对住在这边的民众来讲也非常不公平 那所以我那时候会堪的这个当下 我就有跟驱公所这边讲 如果说你们这边经费不够 需要用到一元的这一个配合款 那我这边的经费是可以全力去支持 这一个区域 那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 因为民众天天在那边出路 他们要上班要上学 然后下课以后下班以后要回家 我们一定要让民众有一个安全的回家的路 这才是作为地方的这一个民意代表 对地方的一个回馈 那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 就是举手之劳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让这个地方 能够安全的出路 这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就是要安全出路平安回家 重点是我们要打造一个人形友善的空间 所以要带大家来看看 其实瑞茨一座也在新丰街要争取了无障碍的人行道 那新丰街的全长大概1.5公里 那这两侧的住户高达14000多人 那像的住户这么庞大的情况下 车流量也非常的大 新丰街又属于一个下坡的路段 在我身后大概长达200公尺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电感 其实这里已经没有人行道的一个空间 那七机车也缺乏了停车格的一个规划 所以机车都会沿着红线停放 也就是行人没有空间可以走 汽车也没有空间可以行驶 那这样的情况下 这个电感是务必下地 它是从251项开始到下面的162项 整段其实都问题非常的多 已经长达了20几年了 那去年我在竞选的时间 扫街败票 在走这一段新丰街的时候 其实就差点被车撞飞 因为根本没有行人的一个空间 所以我一当选 第一个提案的就是将新丰街的交通问题 沿线进行通盘的一个考量 许瑞茨的建议也获得 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委的承诺 将协助争取中央经费补助 分阶段让新丰街电感全面地下化 我想许瑞茨议员上任这一年来 在选前选后都非常用心的关怀 关心新丰街的整体发展问题 交通动线的问题 那也给市府非常大的压力 这一年来咨询的非常多次 我想终于在这两天 获得市府的正面的一个回应 那我想这个是整体的规划计划 因为昨天市府大概是一个 初步的一个短期计划 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长期整体的配套 对社区未来的发展 还有新丰街整体的一个规划 都会更完整 那从刚刚的影片 其实就可以看到了 我们新丰街非常离谱 有一侧是完全没有人形空间 只能走在马路上 而这附近的住户高达2万多人 那非常的危险 那所幸我们中央也通过了 这个无障碍人行道的一个设置 在新丰街这一段 我们会来进行一个 人行道空间的一个建制 但因为相关的进度 是在金融市政府这边有比较缓慢 那希望行政程序上可以再加速 因为这边的影响到民众通行的数量 真的非常的多 而这一块是长年以来的问题 那好不容易中央有经费 能够溢柱来建制我们的人行道 基隆市政府请强 全力的来配合 赶快把我们的人行道建制起来 让我们的无障碍的空间能够通行 那因为这附近的社区呢 其实多数在建造的时候 有把他们社区前的一个人行空间 自己做出来 但是各社区林立 所以每一个社区自己做的 社区跟社区之间 他其实道路的衔接面上有很严重的一个落差 那再来就是刚看到的是 心腹里这一侧 心峰里那一侧呢 他的地面是有人行空间 但是他的瓷砖破损不堪 那也很高兴在这一次的咨询后呢 公共处终于重视到了这样的一个破损不堪的路面 那有把他进行一个 就是一次性的修补修散的一个动作 所以最主要就是要打造人形友善的环境嘛 所以我们民众很有感的就是 到底安不安全 到底好不好走 到底好不好过 所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 就是我们体育场施工围离的部分 也影响到站牌哦 一块来看一看民众的反应 公车开过来到站牌前 让民众上下车 由于基隆体育场施工中 工地围离临时占据了原有公车站牌的一些空间 造成民众等车时相当靠近马路的车道 市议员郑文亭接获民众反应 特别会同市议员陈军佐陈宜邀 邀请市府交通处公车处相关单位到场会刊解决 体育场施工之后 确实造成后车民众的 等候车辆 公车到站之前 的一个危险的状态 那我们今天就希望 交通处 的这个交通 交工科 能够在限地 划出一块区域 让民众在后车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 同时也能够用绿色的这个油漆把它涂出来 让行经该处的车辆 都能够提前警示 就是希望那个交通处 画一个类似人行道的区块出来 让后车的民众能够安全的在那边等车 不然你现在这样看 而且那个围里都会挡住公车站牌 很危险 在议员会刊和市府的协助处理下 希望能提升体育场站牌 这个后车区域的安全性 也呼吁驾驶人行经这里 能多注意等车民众的安全 安全还是最重要 我们要请教温婷姐 其实很多民众都有在这样 是 因为这一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个后车的空间不足 那不只是空间不足 更重要的是 其实那里是中正国中的孩子们下课 他们必须要走到这个地方 才有公车可以搭 那所以对于家长来讲 孩子们能够平安的回家 是他们最牵挂的一件事情 因此家长才会来跟我们澄清 希望这个地方的一个后车的一个空间 能够得到一些改善 所以就改善之后 我们要请教君左翼座 那个我们 其实我们从影片看到 确实是围离占据的 那个一部分的人行空间 那公车站牌附近变得非常狭小 那其实 其实不是只有成 成中正国中的学生 有时候东信国小学生 因为往上走 也会往那个站牌等车 那其实我有几个建议 希望我们在重新规划临时站牌的时候 是我们在施工期间 暂时移动公车站牌的位置 就暂时移 对 那选择一个更安全的地方 更仓款的地方 让学童有安全的回家的道路 那家长交通管理 不然就是他们上下课的时候 请市政府派议交 对 来现场指挥一下 对啊 这因为 就终点费给他们 对啊 一个小时好像是 250 好像是啦 应该是 那其实还有信息透明化 立即通报 那市政府能够通过更多的管道 向市民通报施工进展跟变动的信息 但是第一点要让学校跟理办公处知道 因为市民才有办法去问他们 不然有时候说真的 疑问三不止啦 也不知道怎么 什么 透过哪个知道这个讯息 对啊 对这就是让民众真的很勇敢的地方 就是透过会刊 不断的要求市政府来进行改善 那当然不止民众很有感 其实游客也有很有感的地方 就是我们一些观光热点 要带大家来看看我们 基隆和平岛的观光渔市 它之前路面常常积水 我们要请教瑞慈一座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原因 又怎么样来协助解决 好 我们和平岛它其实是一个观光的一个热点 它不但有阿拉宝湾 甚至有西班牙的一个文化遗址 是一个非常漂亮值得观光走访一趟的地方 那去观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美食 尤其是和平岛它的海鲜也非常的著名 那我们和平岛的一个观光渔市呢 因为它整个一排渔市场它的排水跟水沟盖面 还有跟路面的一个衔接面都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因为公务处在这部分的预算就是相对的不足 所以去年我有用建议的经费来帮我们的观光渔市前的一个道路进行整平 那甚至在帮他们把水沟盖重做 那还有整个沟体也重新让排水的系统能够顺畅的排水 那因为观光渔市海鲜它一定是讲求新鲜 所以都会很多摊贩它会用活水去饲养这些海产 那也让民众能够吃到活的海鲜 但是用活水去饲养的时候它就会有大量的排水问题 那这个排水如果导致积水也好或是流到路面也好 它其实都会破坏到我们的道路 那这附近刚好是一个公车的一个停靠站 所以在公车比较重的一个车体压过后 这边的路面时常是坏掉 所以在经过了公务处跟我的建议经费去进行改善后 这观光渔市的路面现在是非常的顺平 那它的排水也是非常的良好 那现在也提供民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光采购 然后用餐的一个环境 是 那真的就是逛起来会非常的舒服 不过民众还有一些地方上的一些建议跟提议 比如说像是龙头山早起会 很多民众都会早起来运动 但是他们就发现了奇怪 这个挡土墙的裂缝怎么越来越大呢 尤其是在地震过后 我们一块来关心 本来就这样 对 后来就越来越大 花蓮4月3日大地震之后 全台余震不断 基隆重德路龙头山早起会 挡土墙地面出现好大一条裂缝 宽度至少有五公分 早起会 对 早上起来运动也不少人这样子 你会怕吗 对啦 就是怕他们弹下去 昨天那一种 雷雨那一种或者是地震 因为它斜坡很高 对 很陡 所以说很怕地震的话 如果震得很厉害 我怕就整个会往下滑 因为它那个高度真的是 对 斜度蛮高的 由于早起会 平常有许多民众在这里运动 最近大雨 河渝症不断 居民担心挡土墙出现军裂 地面可能向下滩滑 向市议员 郑文亭 陈勤 怕现在台湾机来了 就是说会发生 那个产生 开始进入夏天会有台风 那怕这个土石滑落 造成边坡整个都滑落下去 也会造成附近居民的 出入的一个安全上的一个疑虑 那我们希望在这一个 夜管单位公务处 他们的这个土木工程科 能够协同这一个产发处 有关这个边坡管理的 这一个相关单位一起来 基于安全的考量上 来把这个部分把它进行维修 就是要让民众其实运动时候 也要非常的安全 我们要请教文婷一作 其实我们刚刚从影片上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那个地方 本来就有一点点的这个裂缝 那因为零四零三的这个地震之后 让那个裂缝加剧 那裂缝加剧本来就是可能 民众没有那么大的担忧 比较大的担忧 是因为那个挡土墙外 它就是一个坡砍 它很怕夏天那个雨水 这阵子都会有这个塞巴吼 夏天午后会有塞巴吼 那个雨水一来冲刷的话 整个陆基会掏空 然后整个会滑落下去 所以民众是非常担心 那边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因此他们才会来跟我们陈勤 那我们经过会刊之后 公务处他们一直始终都在猶疑说 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我们夜馆 或怎么样 那我觉得这里因为有早起会 也有住家 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公庙 那这些都是人员经常会出入的地方 以安全以人命来考量的话 不管是不是夜馆 都应该要把这个安全的地方 先把它做好 这样子才是一个市政府应该要先去做到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觉得很可惜 那时候公务处他们就一直在犹豫这件事情 但是我当场也是跟他们拜托 就是说因为再怎么样 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危险性 你既然是有一个危险性存在的话 就应该要以安全做最优先的考量 先进入这个现场 把这一个裂缝把它先补强 至少在台风际也好 或者是雷雨际也好 不会造成这个整个土石崩落这样的一个危险 这才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 是就是要安全 所以同样的情况 其实也发生在我们的中正路 425到447号这边 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们要请教瑞慈一座 那那个花莲7.2级的一个强震过后 其实在这个旧余汇大楼附近 也就是中正路425号附近 发生了那个地面裂开 有非常大的很明显的一个裂缝 那民众也开始注意到说 是不是自己家里附近房子 有可能有一些裂痕 或者是倾斜 那透过那一次的一个地震后 我们在进行人行道的一个裂缝修补 那有民众也把自己家门口的一个倾斜的状况 向我们督发处来反映 是不是因为地震而引起的 那其实透过目测是一个方式 但比较精准到底有没有导致 像是排水道它的漏水问题 然后导致地层下陷 或者是因地震而引起的地层下陷 这可以用透地雷达去做检查 那在这一次的会看后 我们用透地雷达去进行检测 也发现现在图片上看到的 这个水沟盖的沟底 它确实有三大处的一个大型裂缝 来导致可能 这个排水时 这个金裂缝水 可能会流到其他地质 导致地质土质的一个流失 那未来是不是这部分 有可能有地基掏空的一个问题 都会非常的严重 那因为中正路425号 这附近是一个靠近出海口的一个区域 那出海口区域附近 会有一个排水大香寒 那这样的一个香寒 平常都摆在地底下 我想要呼吁市府 它不应该是在地震过后才进行检测 而是平常在针对下水道 或者是说大型的排水香寒 平常都应该要进行复检 不要等到就是都已经有目测 很明显的地层有下陷的状况 或是在修下水勾盖时 或者是民众反映自己的房屋 是否有倾斜 好像有倾斜的时候 我们才来进行就是检测 或是维护管理 那这样当危害发生时 其实就会非常的严重 是真的 就是民众真的在意的是 就是安不安全 可不可以保护人民 那再来要带大家来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垃圾处理费的纠纷 基隆市政府败诉 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要请教文婷一座 我想这一个诉讼 其实根本就是市政府 他们自己惹出来的 怎么说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垃圾焚化之后 会有非灰底渣 那底渣在经过处理之后 可以把它做成沥青 也就是可以用来做公共工程的 这一个薄油路面的一个铺设 那当初市政府跟所谓的 永胜公司有签一个契约 就是希望他能够把我们焚烧之后的 这一个抵扎把它去化 然后再利用这样的一个契约 那在前年2022年的10月还是11月的时候 市政府就已经会同永胜公司一起去检验说 这个利青到底符不符合这个环保局所订定的一个标准 而可以拿来做公共工程使用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焚烧之后可能还有一些 有毒物质或什么 它必须要有一些技术去把它去化 那把它做成可以使用的这一些建材 那所以市政府在2022年的10月还是11月 就已经跟厂商汇同去验过 那确定说这一批的这个利青是可以使用的 那可以使用的话它就应该要付费了嘛 市政府就应该要付费 结果在12月25号谢国梁上任之后呢 它却自己又去挖了这一些利青出来 自己去检验 而且它没有找厂商一起汇同 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东西 你没有经过封存或什么样 它一定会有一些杂质跑进去嘛 那更何况当初市政府你要去验的时候 你没有跟人家永胜公司讲 你就说我验出来这里面有杂质不符合标准 所以我不付钱给你 等到人家去法院告了以后你才败诉 这根本就是自己找麻烦 所以这个官司会败诉也是必然的 所以我认为说市政府他们不应该 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前朝所做的一些事情 如果我们应该要付费 所以本来就应该要把它解决掉 而且造成这样的一个送类 我觉得也是徒劳无功 是 真的 我们剩下最后三分钟 我们要请三位一座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先分享一下 其实有很多事情 就直接提出来都会来帮你解决 我们先请君佐一座好吗 好 那其实还是要建议金融市政府 钱要花在刀口上 你要因应少子化 还有老人高龄化 左手下去做 包括建设 不是说人工草皮 还有儿童乐园 还有一些有的没有的摩天轮 他说其实那根本就是不用做的东西 说真的 对啊 所以就是希望是否要好好把我们的预算把关 把钱花在刀口上 为民谋福 好 那谢谢瑞慈一座 我想金融市的一个愿景发展 应该是要整体性的规划 包含人文教育 就是青年儿童或者是长者 这每一个人口结构都有需要关注的议题 不应该只聚焦在自己选前的一个政见的一个兑换 那其实最近分分牢牢 反而是一个老民的政策 是 就是不要一直分分牢牢 反复无策 让民众很无所遵循 这是希望民众可以最底层的心神 是 我想所有的民众 大家都知道 我买东西想要买便宜 我卖东西希望要卖贵 可是我们的市政府 他永远是把好的东西 拌尾拌射尚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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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东岸的这一支金鸡母 他收的权利金比前朝还低 然后他还说一大堆理由 然后可以开锁等等的 那你可以 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你你也稍微打打算盘 安装不得较合理 比较合理 比较可以被市民们接受 我们的鸭子船 买两艘编了五千万 不够耶 恐怕最后买下来要一亿耶 真的啊 对 那我们不是反对鸭子船 而是说你去买这个东西 到底对基隆的市政建设 基隆的观光 你现在又把关交处裁测了 那你对基隆的观光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 我们希望市政的一个建设也好 或者市政的延续也好 都是站在人民有利的立场上去推广 也让民众可以有感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 就是要让民众有感 而且要目光准确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义座 来到我们民意交相局的节目现场 带大家一起来关注探讨 剖析基隆的市政建设 也看见义座们深耕地方 为民谋福的各项福利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义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